路加福音四章四节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主耶稣借这一句话要告诉撒旦 他这样暗示身体胜过一切 是对人类的一种侮辱 这个试探的背后 暗示着人所需要的 只是身体和物质方面的供应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说人活着是靠神的话 表明只有神自己 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 圣经是灵奶也是灵粮 能够使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长大成人 今天有多少人 为了生活的需要 而牺牲了家庭健康 撒旦欺骗我们 让我们以为人活着 只是单靠食物 人生的中心就是拼命赚钱 我们每天的精神食量 我们每天的精神食量到底是什么呢 是报纸 电视 游戏机 还是网上的资讯呢 这些都是有副作用的 许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瘦弱又致 原因是属灵的胃口欠佳 或是吃不该吃的 求主教我们的属灵饮食正常健康 不要做一个外面肉体肥状 里面灵命幼致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